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山老人说 想要让他献出秘书来救景潇 你就必须答应和顾清献子的婚事 两派联姻 从此成为一家人 若晨啊 顾清仙子为了救你 舍去了他的仙人法相 再无回返仙妾的可能 你本就欠人一个天大的人情 金山老人爱图心切 他岂会善罢甘休 他岂会眼睁睁看着 顾清仙子对你的一片痴心 就白白辜负了 我是欠顾清的 但是我找机会我会还给他的 可是唯有这件事情 我不能辜负音音 我还是那句话 这个市长除了音音 我不会娶别人的 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就答应跟顾清的婚事 这种逢场作戏的事情 岂不是 对顾清更大的伤害 你 那你到底是娶 还是不娶 我还是什么 不到 你 下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